有一位32岁南星因为说 这个真卡的蜂蜗性组织员来断 他这受控性索敌了 他医生也发现说他的汇藤偏观 因此学做进行的因死角运动的 这个围教建议别人要改变到生活的形态 别人在出医院后 过过要来按时吃药 也调整因死角生化作息 经过两个月时间不但体重减着16公斤 和通话许多数也大大的降低 以及他中心专业医疗科医生叶俊廷标识说 健康是每个人最期待的状况 但是万幸一倍也是当前社会最大的健康条件 很多人有没有好的生活形态 包括不良因死 缺乏运动和吃药 他们是地边的关锁 因此主要好好改变到生活形态 才能安排到健康 所以我觉得生活形态的培养 主要还是要从小做起 但是从小做起 我觉得这个问题又来自于我们的家庭 也许我们的爸妈本身 你的生活形态其实就是有 有一些需要修正的地方 那你有一个不健康的生活形态 连带着你的一个小朋友也会跟着 有这样的一个模式 那当然就会造成一个整个社会健康的一个问题 他的意思也表示说 他就一个医生的角度来看 有一个大重点相当重要 其中就包含到健康因素 这些运动和管理压力和穿糟的困难 和披养 免得有害物资和社交合同 这由这些人来面向的这些工法 可以帮助以防得万象变得更加烦 我觉得其实只要改变他的生活形态 尤其是饮食 但是饮食我们通常都会觉得说 我当然都知道怎么吃啊 只是你实际上都很难执行 那这个我可以理解 因为你说要改变十几二十年 甚至三十年的一个饮食 习惯生活习惯当然不是那么容易 其医生标识说 生活形态是一种一条条件 生活方式来以防一般 尽量健康的这个医疗 很多科学政府和研究 人们尽是说真的是有关 人家去美兵就引致生活形态 以后的概念来帮助别人 拥有着健康身体和良好的生活品质 南天新闻单以前要带来我们采访博德